所以要告什麼 那些律師不是講可以告偽造文書 可以告個資法 館長說這個是詐欺集團嗎 詐欺也給他告下去 這個在詐資訊 好像詐果汁一樣 詐資訊 我聽到我也覺得館長還滿有創意的 我算有觀眾敲碗說要做主題 這個館長這次要告Toy 他去給他查他們家公司的資料 小朋友吵架才會說我要查你的罪碼 那懂法律的人只會講這個東西 Toyce犯的錯誤是什麼呢 請問你 館長開了十幾家公司 難道沒有一家公司的索銀項目 是除了特許行業以外 其他的索銀項目嗎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知道 請問Toyce是法律麻瓜嗎 他不是最近剛開飲料店開放加盟嗎 我們不怪Toyce 因為他是外國人 公司登記的營業項目 你是列舉次的啦 編碼幾號我也不知道 你只要列上去 除了特許行業之外 你都可以營業 什麼是特許行業 銀行 你還真的知道 還有咧 電影院 八大行業還有咧 計程車 計程車是喔 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還有賣藥材的啦 藝材的 總之就是這些特許行業 反正啦你看館長開那麼多家公司 其中一家 有登記這個項目 叫這一家公司來賣便當就好 第二個他犯的錯誤就是 如果要在林口館營業 那就是要叫惡名昭彰登記在林口館的地址 請問你開公司 你一定要在登記所在地才能營業嗎 假設惡名昭彰這間公司真的可以賣便當好了 啊我不會跟林口館簽一個租約 然後我就去林口館賣便當不就好了 你的腦筋那麼死嗎 他大老闆把事情交代下去 結果他經紀人也不鳥他 叫他老婆打電話 你看這群人在搞什麼 自己的工作都不做 不是啊我是老闆 我請我的經紀人幫我搞懂 沒有問題啊 你講到重點了 所以今天呢 也不是你的經紀人被告 是你經紀人的老婆被告 館長說要告他告在地上爬耶 不然很簡單耶 你們說得有在討論的 結果告下去發現是告到他老婆啊 因為打電話的是他老婆 來來來來 你覺得要告他老婆什麼東西 你想不出來是正常的啦 當下我也還真的想不出來 所以呢我就去看新聞 看到有一個頭髮這樣子的律師 他說如果是冒名 會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沒有文書啊 欸對啊文書在哪邊 所以我覺得偽造文書 應該是每個告吧 還有哪一個條文呢 又有新聞記者去訪問律師 又有一個律師說 這可以依據 個資法的規定提告 你說個資法提告 聽起來B格很高嗎 這個資法其實最常提告的就是41條 違法蒐集跟利用個人資訊 法律達人就會跟你講 依據大法官四字603號的提示 這個人民是有資訊隱私權的 憲法保障的人權 你怎麼可以違法蒐集呢 所以告這一條有沒有搞頭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的蒐集是公開資訊 沒有啊 你剛剛講的那個公司登記 是公開資訊啊 他是打電話到國稅局問稅集登記啊 稅集登記也是公開資訊啊 對嘛 你講到重點了嘛 你看這些人 接受新聞訪問的時候都 臉不紅氣不喘的 在那邊跟你講一些五四三的 側眼自己好像搞不太清楚 硬要講一條來提告的那種感覺 我修毒穴 你不喘我 我們的意思是說什麼 這個就是公開資訊 就算你認為這個不是公開資訊 這也會有一個問題啊 因為他打電話去問的是 公司的資訊嘛 請問公司是 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的範疇嗎 他說個人耶 他不是自然人啊 他怎麼會有個資法的問題呢 他們不懂大法官603號解釋在講什麼 他們不懂這個爭議是什麼 他們只會跟你在那邊搖頭晃腦的想說 資訊隱私權要保障 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資訊隱私權要保障 技術的來啊 其實真的要講要告個資法有沒有機會 我們再講哲理一點 個人資訊保護法是保護隱私權 為什麼隱私權要保障 因為這個是基督教德學懂嗎 重點是我們的法律是超國外的 資訊隱私權是國外的邏輯 拜耶穌的邏輯啊 耶穌基督創造了你 給了你的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選擇相信他 你有選擇 這個東西跟自由意志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覺得 人性尊嚴很重要 人的選擇權很重要 這個選擇透露資訊是不容剝奪的 但為什麼個資法要保障隱私權 請問你是一個嬰兒生下來的時候 你有穿衣服嗎 你是偷扣懶 根本沒有隱私權的概念嘛 啊以前皇帝去後宮的時候 拉開窗簾才要問一問 欸裡面的嫔妃 我現在要進去囉 你衣服有穿起來嗎 以前有這種概念嘛 沒有嘛 隱私權是現在的概念 就是西方人的概念 人為什麼會設定出來這個概念 因為他信耶穌嗎 他覺得這個事情重要 個資法有寫這個嗎 沒有嘛 所以沒有討論到這個的 都是沒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質 所以你們搞不懂 個資法在幹嘛 所以你就要說 公司也是個資法的保障範疇 法條內沒有寫到吧 你要用法理去推演 法人也有人信尊嚴 法人就是 一群人在裡面上班啊 就像這個基督教講的教會一樣啊 他們一起信神 那個就是 耶穌的身體 就是一群人的意志 沒錯 就以 整體來觀察人 所以法人有可能 可以成為個資法保障的客人 那是你的角度看 我們才是不同的個體 對 所以我們這個腦子可以稍微切換一下 這個邏輯就會是一貫的嘛 這是法學界的諾貝爾獎 今天晚上恩楚立功想出來的一個理由 所以要告訴我們 那些律師不是講可以告偽造文書 可以告個資法 館長說這個是詐欺集團嗎 詐欺也給他告下去 這個在詐資訊 好像詐果子一樣 詐資訊 我聽到我也覺得館長還蠻有創意的 詐騙資訊 對呀你詐騙我的資訊 告詐欺 告詐欺 啊告誰 經紀人的太太 欸到底技術就是 怎麼會告到經紀人的太太呢 多意思呢 奇怪了 這個事情你不覺得 他媽的匪夷所思嗎 我們剛剛討論這尾一串 結果你告到經紀人的太太 是幹什麼東西啊 莫名其妙 所以這個事情實在是太無理 太滑稽了 我們果然是 兩大天王互相爭鬥 這一波高潮的操作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要從哪邊開始說起 不過既然很認真的 跟你們分析了一個 這麼愚蠢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一種鬧劇 鬧劇懂嗎